好,另外来看到是神达从GPS导航大厂积极在转型 他们要抢进的是时下最夯的智慧手表跟3D列印 就是要大吃行动商机 15号旗下的神级推出了两款强固型的平板电脑 不仅防水而且还防摔哦 就算放进了零下26度的冰块里面也不会当机 但是售价真的不便宜 最便宜的一款就要7万6千块 这款新平板不只可以防摔 甚至防水也完全没问题 一摔再摔 怎么摔都不怕当机 神达集团拼转型 旗下神机要靠新平板强攻市场 第一步我们想要有的就是一个30%的市占率 在台湾市场 那当然做得越多越好 找来模特儿强调专攻特殊行业 像军人登山家工厂全市目标客群 新平板采用Win8系统 配备触控品方便写作 处理器则用Intel第四代i5 有12小时续航力 不过价格不便宜 一台就要价7万6000 其实立基型这个产品 它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为纳量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这块里面Player本来就不多了 董事长黄明翰强调不走一般消费市场 温宁一台变形平板 外表看起来像补垫 旋转一下 几个步骤就变成变形平板 连放在冰块里也OK 最冷甚至可以到零下26度 特别的是变形平板 内装跟平板差不多 但续航力却足足多一个小时 神达从GPS导航大厂 如今积极转型 跨足平板 强劲时下最夯的智慧手表和3D列印 为的就是要大吃 行动商机 三连新闻内装馆中 台北报道